一巴掌打在孩子的頭上 身穿黑衣的保姆動作超級粗魯 而接下來這一幕 更是讓孩子爸媽好心疼 捏住嬰兒鼻子強行灌入米粥 嗆得孩子差點窒息 不停咳嗽 大哭 還一次因為嗆到氣管 一度沒有反應 在餵食的過程中 保姆不斷拍打孩子的頭和手臂 暴力行徑都被父母裝設的監視器 給錄了下來 那因為我們這個阿姨 是通過中介找的 那我們就把中介叫過來了 然後跟阿姨對峙了一下 這個情況 那阿姨當時是不承認的 那我們給他看了視頻之後 他就承認了這個事 孩子父母表示 事發當時兩人正在外地出差 不時會透過鏡頭監看孩子狀況 沒想到卻意外撞見 小孩被虐待的一幕 我們有問他什麼時候開始的 他說當時是我婆婆說他 然後他有點不開心 那時候才開始 雖然保姆強調 自己只是輕輕拍打小孩 但牽強說辭 讓孩子父母很難接受 目前兩人已經對涉事保姆提起告訴 要法律還給心肝寶貝一個公道 記得綜合不道